好,那我們141的話我先用一種 好,我們應該先用2 先用2,好這樣子,假設我們141防的話,我們是不是就這樣防? 我們就這樣防 有沒有,我們就這樣防 有沒有,大概類似這樣啦 類似這樣防,就141,有沒有看到我的防守 我的防守是這樣141的,141,141,141 141,141,對不對 141 對啊 141,141,141 所以他這樣過來打我們 我們是這樣多人防的,對不對 這是一種 然後如果他想要用人摔的話 我們就可以這樣直接打他 就可以這樣 我們就後退走到他的摔距之外 因為他,如果我們蹲在這邊 你看假設我們是用1防守的話 我們假設是用1防守的話 他就摔得到我們,對不對 所以你141的話就能這個樣子 就能東西 所以你防守的時候千萬不要蹲著防 這樣他走過來就可以摔你了 你如果你141的話,你是可以走到摔距外的 懂我意思嗎 這樣 然後就可以這樣打他 這就是我說的後退打摔,141 這個就是141,就是後退打摔 防守的時候就是要後退 你只要後退到半步的時候 這個東西其實也很簡單 你只要看到人物有很明顯的往後走的動作 你大概就可以按了一下 你大概就可以按全角 也不用說看到他摔在按 你只要看到你人物有個很明顯的往後 大概率就是人家想要走摔 或者他走了一大步想要扛 所以你這時候你再出全角 就大概率能打到人家 所以這個也不用說很確認 你懂嗎 這個141跟沒有141就是差別在 你蹲著就會被弄 你141就不會被摔弄 你懂嗎 所以最忌諱的就是蹲著 防守的時候蹲著是最忌諱的 你一定要適當的後走 甚至後跳都行 對不對 反正141是一個最基本的 這個東西一個最基本的 你可以反手為攻的一個東西 因為你其他東西後後或後跳的東西 是不能反手為攻的 141這個防守法是可以的 只要人家是走摔走的 沒那麼多的話 人家只要是走半步摔的話 你剛好走掉 你就可以去反打他 所以這個東西大家一定要會 大概就這個樣子 這141是一個很 基本進階的一個用法